165 分車上升 哇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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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p NAR跟300p Turebo啊 是完全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哈嘍大家好,我是Vilan 那麽今天非常開心,爲什麽呢? 看到我們後面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 FC2R 把這個 FC2R有點不一樣 爲什麽不一樣呢? 來,我們過來看 這輛 FC2R呢,他有經過一些未改裝 也不算啦,但心臟非常大殼 为什么这样讲呢? 轮上马力300匹,不是on engine啦, 轮上马力K24 300匹马力 然后,整辆车的外观这些东西全部是走Mugen哦! 它的这个东西全部是走原装的,这个是原装的这个carbon bonnet, 然后原装salon,原装body kit这整套 这些啊,现在要价不便宜哦! 只是盖啊,现在走到十多千哦! 来我们看到哦,还有Mugen的这个! 这个Mugen,你看到有没有像上次我们介绍那个Mugen RR那个车 那时候它这个是Mugen GP 车,像是我在讲Mugen RR的时候我就有讲到Mugen GP 那么这个就是Mugen GP OK,它的阶阶是它的宽啊,你看这边宽啊,它的车是9吋,那一阶阶,很少有哦! 真的是在整个市场很少有哦! 它用着这个是245,40ZR18,18吋9吋,这个车真的是很少有哦! 还配上了这个alcon鲍鱼,配那个盘,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盘都吃到很够利哦, 因为它应该是用anless的皮啊,对,确认! 那么外面这个表是什么呢? 这个表叻,当着你的温度一路升高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它的温度几多! 这个是用着汉车,是这个韩国的这个RS4不? RS4非常棒的一套汉车的! 车旁边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看,这套日马前后啊,是一样是9吋啊! 那一阶阶,我们来看后面! 然后这个spoiler,原装的全部东西原装,我跟你讲啊! 而且啊,这个是10年的车,10年的车代表什么呢? 08年的CV,真是圆了! 10年Facelift Type R八角灯,然后下面Diffuser,然后K-Tune Exhaust 打开门了后,你可以看得到是,这个的dash和走AIM的dash,这个都不甜蜜的东西了! Buggen Staring,Buggen Seat,其实它有两张啊! 为什么这一张会变原装Type R椅子呢? 其实是因为,它要给我test drive,它讲啊! 蛤?我总当你穿不住了喔! 我别说,运动也穿不住了! 运动都不住了,我会运动呗,因为原装一直在这边! 哈哈哈! 它那个全部螺丝白啊,全部东西它就带来了! 啊,然后Shifter,那个gear knot的,是NSX的! 其他都是还保持着,完车应该有的那些东西啦!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车炉盖,比较箱方面它的final就改了啦! 因为它现在马力大了,如果才用回原装的磁笔的话是不是? 它一走是 这样子,很短啊!因为原装是5.1嘛,然后Spoon有一个5.333,就更加短! 所以它现在要换去4.7,诶?OK! 就这样怎么意思呢?因为你马力更大了,你的那个磁笔更长,所以它就可以cover一点,不然的话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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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这样子! OK,打开! 够轻了吧?一个手啊? 够轻了吧?不是我手指骨啊,你知道吗? 然后这辆车的车脚,我要跟你们讲OK? 车车啊,车车啊,车车啊,全部讲完了吗? 这样它的支撑的东西是什么? 支撑呢就是这个Casco的这个3way,Casco 3way Suspension 这个车脚,单单车脚不知道要10多千,这副引擎 是已经经过强化的K24,K24的底,Type R的head啦! 那么这个底呢,Piston,Corn Road,全部已经经过强化 Balancing那个crank啦,因为你做高转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Walf Spring,Walf,全部cam,就是它的head的东西是 全部已经是做完强化了啦,Toda的Spring,然后Toda的cam,整set有得完 然后这个Intake,Skunk 2,Skunk 2的这个carbon的 所以等下你一听的时候你会听哦,它踩油西北大声啦 OS Gigan的这个LSD,配这个clutch,它的水柜呢就改了这个coil rack 但是这片挡着了啦,不然你们可以看到,你看它的aluminum 烧焊在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哦 啊,这个就是用coil rack的这个radiator 然后 它的oil cooler是这个PWR的,所以 大多数能动的 都动了,所以如果你go for Sunday drive you go for track day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两个 所以我们讲了这样的话,你看要下雨了 我们 要的话 就快快去接上司一轮 OK Let's go little different this time i told myself that money would never be a factor Now i'm laughing at bini hana's with benefactors mustle my soul for an artist's love with them giant raptors my chef cooking that steak and lobster on giant platters forsaken all i can for this pat the matter pats a disaster and say why the master i'm hearing they laughter druck off my own grapes yes i'm blasted pockets we've got peace what does it matter manifest in this madness my career's in the stage you're just a sideshow carrying the shame everywhere that i go ain't no way this can continue i know but do i want that mercy or that mercy lago i'm floored imлушай into an ama you're dead by the two and an b by the three conferrust phrase and am joka JDM 太離譜了! 哇,很久沒有駕JDM啦哦, 所以有時真的是要駕回一下這種東西啊,才會找到那種 當初那種車的感覺啊! 這輛3way啊,就是3way我跟你講各位! 它的那個車角啊,軟的來啊!又很有支撐哦! 支撐着来啊,又带一点稳定! 你看啊,它过动啊! 它不会。。。 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不懂要怎样解释哦? 你们听到那个机身呢? 其实就是拿来Intake 的声音来的 这个Intake 声音这样子是非常正常的 要试看哦! 这就是感觉,兄弟! 我大概没有拉! 哇,那个马力啊!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300匹 NA 跟300匹 turbo 啊! 是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啊! 高转大雷的感觉啊! 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有Intake 的声音 跟那个 Trotter Body 一开的时候,就这样子开了! 我真的很久没有驾驶手摇了哦! 那车路上就车比较多一点,不然的话我可以真正。。。 哇,它的Casco 3-Way 啊! 我的天啊! 它真的是啊,要软可以软,要硬可以硬啊! 哇,那个Torque啊! For NA 叻! 这辆是一辆NA 车来的各位! 它不是一个 turbo 车,它也不是一个 supercharged 的车! NA 有这样的冲力,这样的扭力! 又还要加上这个 VTEC 啊! 而且讲真的啊,现在 FD2R 的价钱啊 原装啊,卖着百六百七千啊! 今天我看它还有一辆百八千,你吗? 这个是重度改装诶,引擎全部做到完 然后车脚能弄的弄完,牙箱能弄的都弄完了! 这个Mugen的设定在配这个。。。 这个不懂是NSX的那个HONN的那一粒N 开一开冷气先啊! 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棒! 但是它这个Shifter 还没有换啊,还是那个原装那一粒的! 哇,你看我转押几顺哦! 哇,你看Low Tork! 哇,好到哦! 这个低转啊! 它给我的那个感觉啊! 然后那个Glass Engage Point 刚刚好! 给我们这种玩车的,就喜欢高高,因为一踩啊! 它就可以换到牙了! 试试看看角色啊! Woo! 这个车脚,加上这个车脚,加买9寸245的轮胎! My God! 它还没有热啊那个车脚,抓地力就已经那么棒了! 前面有车 哇! 哇,很棒!真的! 我全程很兴奋,可能你们不太看得出啊! 因为讲真啊! 在NA的世界里面,所谓的VTEC NA啦! 做轮上300啊! 不是讲很多人做,你知道吗? 因为K24要做轮上300,要改的东西非常的多! 改装的费用啊,也不低! 能见到的都很少咯! 所以这次有机会可以借到这辆车,真的是 非常感谢我朋友啦! 差不多5600-5700这样,它的那个VTEC就开了,知道吗? TALK很高哦! 真的吗?K-Series就是K-Series! 所以这次啊,我驾车啊,真的是只是驾车罢了! 没有讲太多废话! TALK5度也要给到出来的那个马力啊,那种低转啊! 是那种B-Series啊,根本给不了啊! 那种扭力,那种马力,B-Series很难啊! 要做到这样子,你做到这样子的话都是 拿来去比赛的引擎啊,并不是拿来跑街的引擎! 它永远CC就是一个本质,就是它的那个容量啊! 2.4就是2.4! 你没有办法讲,哦!我2.0也可以做到像2.4这样吗? 可以!没有错,可以! 你high compression也好,到最后啊! 动力的这个... 始终啊!就是容量,所以2.4就是2.4! 所以之前那个啊,我们的皮革,在中国的皮革就讲要做一个轮上马力400匹的这个Civic啊! 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 其实,要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并没有那么容易用K24来做400匹! 可以做! 你全部是用那种很好的油,配上很好的这个平衡啊! 你要做strucker kit啊,你一定要做大了的,你不做大的话,你很难可以上啊! 如果你讲K24400匹啊,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如果做到的话,也不是很耐!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不用听那么多网路的东西! 有些东西,真的容易做的话,人家早就做出来的哦! 你老板,驾收鸭还OK哦! 好,各位,刚才非常的兴奋,现在非常的累,因为刚才你很兴奋嘛! 然后现在你就很累哦! 所以身体上面,我对这辆车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你看啊! 以前我们B系列的时候拉到Hen这样啊, 啊!!! 都是拉的嘛,这车不会驱,这样子啦! 这个啊! 五六千转 VTEC 一开不好, 哇! 你车一路巴了,一路巴了! 为什么这辆车到现在还是那么强手,那么好? 因为它就是一个驾车的本质 很弱的一个驾驶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 又是一个前驱车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评论就到这边了 其实这辆车是要卖了的 现在它都要卖了咯 因为它都改了很多钱下去了 然后也玩了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 它是时间去 然后它还有很多椅子啊 它自己一辆车啊 几套车车啊 车车都有两三副啊 中间那个车车中间那个无限那个汁啊 无限那个汁啊 却5块买回来的 买一个轮胎盖就差不多一个人一个月的能工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到这边 雨也快下来了 凡事车必下雨 这个就是我的摩托 那么今天我的视频到这边 真的 如果大家有钱的话啦 真的有一些多余的钱的话 不妨买一辆MV2R DC2 DC5 EK9 EG6 你会拥有一个不一样的驾驶体验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见到这里